书生来到兰若寺击败母亲遇到了一幅奇怪的画壁 这画里走出来的女人好像天上的仙女一样漂亮 更加奇怪的是她在这里居然遇到了自己已经死了多年的老娘 当她终于接受这不是梦境的时候 忽然被一阵琴声惊醒老娘也消失了 而她也躺在了兰若寺之外 当她看到兰若寺大门上的封条完好无损的时候 就觉得是自己遇到鬼了 吓得她赶紧去找自己的童窗朱孝莲 书生名叫梦龙潭 是一个落魄的富二代 当她找到孝莲之后 想将自己昨晚的经过告诉她 此内天空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雨 两人就赶紧去找碧雨的地方 碰巧的是又来到了兰若寺 兰若寺非常欢迎他们 竟然自动打开了大门 孝莲不想在外面淋雨 想要进去躲一躲 陈文寺那里有妖怪 你不怕 有妖怪 如果真有妖怪 一来我要见识见识 二来我要是碰见个狐狸精什么的 那我还得快活快活 正好龙潭也想看看 自己昨晚遇到的是不是幻觉 于是两人就壮着胆子 进入了兰若寺 他们进来后 又入眼帘的还是那幅画壁 画壁中的一个美女 还冲着孝莲抛了一个媚眼 就当孝莲感到诧异的时候 又从画里掉下来一个桃子 树上的猴子看见桃子掉地上了 又赶紧跑下来 把桃子捡了回去 看到这幅画 两人现在脚软的不行 此时又突然从画里 冲出来两个手持钢叉的黑衣人 吓得他们撒腿就跑 由于脚软没跑两步就摔倒了 手臂也被钢叉给划伤了 两人见此情景是吓坏了 然后也被黑衣人给追散了 正当龙潭害怕的时候 是画中的一个姑娘 出来捂住她的嘴 用自己的嘴堵住了她的伤口 原来黑衣人看不见东西 只能凭气味追人 为了躲避黑衣人追踪 姑娘就将龙潭带回了自己的家中 姑娘说她叫孟凡是个孤儿 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 从小她就有特异功能 见到一个人后 就能知道此人的过去和未来 她也知道龙潭她爹 当年被人骗光了万贯家财 母亲一时激动而去世 她呢也被老丈人家看不起 规定她只有考取了状元之后 才能迎娶女儿过门 不过不用担心 她今年一定会高中状元 笑脸被另一个黑衣人追着追着 也进入到另一个屋子里边 而屋子里正好有一名女子 正在洗澡 她就赶紧示意黑衣人 别追了 快来看美女洗澡 两人一不小心 把屏风给撞倒了 笑脸本性还是善良的 想拉着姑娘逃命 结果一不小心 给亲到了姑娘 别说话 你都不信 她怎么会发现我们 笑脸见黑衣人走了 就想离去 可是姑娘却将她拽了回来 我还不知道 你的方名呢 梦艳 奇梦的梦 香艳的艳 就是每个晚上 都要做一个香艳的梦 龙潭和孟凡聊着正火热的时候 她对邻居 杨婆婆来串门 还给他们带了一条鱼过来 孟凡说 龙潭刚才遇到了怪物 眼看就要被杀了 自己这才将她带回了家中 杨婆婆提醒孟凡 天色已晚 记得早点让龙潭回家 免得家中挂念 正说着呢 门外又响起了 昨晚熟悉的琴声 杨婆婆和孟凡 都觉得头痛无比 而这边的姑娘 也从笑脸的身上爬下来 难受的跑了 孟凡也头疼的跑出了屋子 孟凡 笑脸和龙潭他们 都在追着各自的姑娘 追着追着 就碰到了一起 紧接着一声惊雷 把他们带出了画壁 雅人又躺在了 莱若寺的画壁前 而此时 眼前多了一个 弹琴的老和尚 那么这老和尚 又是谁呢 为何能每次的 将人从画壁中带出来